哈囉我是阿斌 哈囉我是桃喜 今天是來教她怎麼做她喜歡的蠟燭 沒錯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三款 第一種是叫擴香石 就是那種石膏去做的 然後第二種叫做鼓動蠟燭 那我們第三種就是叫做香片 就是蠟片的 那個蠟片就是可以加香精 我們是用大豆蠟跟蜂蠟去混合做的 那時候桃喜就問我說那你有什麼需求 如何讓女生進來我的房間 蛤可以充滿你知道 可以暈 馬上睡覺 蛤 所以我特地準備了叫做薰衣草的東西 是不是 第二個就是因為其實我越來越喜歡點蠟燭看水 所以我就想說有一種放鬆心情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有些蠟燭要慎選 怎麼說 因為有些就是例如 不許你批評我買的東西 我沒有批評你買的東西 我只是教大家一個觀念就是 蠟燭有些是精油 精油也有問題 它有些精油其實會破壞你的神經 對 所以不能亂用就對了 不能亂用 對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做褐香食 那我今天選用的這一款啊 石膏它不是韓國的 我買的是台灣資生糖的 那每一家每一家的它的石膏粉 它們的比例都不太一樣 有時候要看當地的天氣 像台灣是比較潮濕 尤其是台北 那我會建議就是 它的比例就是水少一點點 水少一點點 對 所以這個比例呢 就是大概10比7 這模型才能買到 說70嘛 那你說水要加多少 10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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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對不對 70 100 100 10高粉如果是10的話 水就是要加7 那70了 10高粉 要加多少的水 49公克的水 49公克 好49 我會不會被你影響 然後覺得我自己都算錯啊 欸 我是算錯啦 我會很卡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量好了之後對不對 然後再加粉 那粉就是70克 70克 對 來 你用你的小湯匙慢慢的挖吧 小湯匙 大湯匙 大湯匙 所以我等一下可以 啊靠 70 喔 哈哈哈哈 你是金魚嗎 哈哈哈哈 你知道七鳥的記憶吧 看你想要什麼顏色 然後我們用的是 這種石膏 我們用的是水彩 任何一加水彩都可以 就慢慢加進去 然後攪拌 然後不要太大力 因為太大力它其實會有氣泡 氣泡之後 你做出來那個模具 會有一個洞 一個洞 喔天啊 這不行啊 你說就是這樣子嗎 對 就慢慢的慢慢的把它加進去 可是你也不用這麼慢 喔 是攪拌你的水 好不好 你看這個泡泡啊 像它這個泡泡就太多了 他看不到了 他看不到了 就是慢慢的這樣把它弄掉 嗯 然後就稍微這樣攪一下 可是你不要弄太久喔 就是大概有攪勻的時候 就趕快加顏色吧 來 自己加 好忙又要錄一個 哈哈哈 攪好了嗎 你覺得 它的濃 可以耶 濃稠度OK嗎 你這樣子啊 它其實沒有均勻啊 可是沒有均勻 它有一個就是它可能出來 就會有這個紋路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紋路也不錯啊 好那你就開始 倒進去 倒進去的時候呢 有個技巧 就是這個磅 棒子在這裡 然後你稍微這樣子 壓一下這個紙杯 然後這樣慢慢慢慢的倒入 好好好 老師你來錄影 請快 不要抱了臉拍得太那個 我完全沒有拍到你的臉 你放心 好 盡量不要讓它有泡泡 好 這樣稍微抖動一下 那多的地方呢 就是你稍微這樣子 用這個東西 嗯 然後這樣子稍微刷一下 把它刷掉 就是等它乾的時間 我們就來做下一個 好 叫做果凍蠟 那果凍蠟呢 我已經準備好了杯子 超甜心的 對 然後也幫它弄好了這個 哇賽 那這個棉線呢 其實啊 為什麼有時候蠟燭燒起來會有黑煙 對 因為棉線有分 有機棉的話 它就不會有黑煙 所以這是有機棉 這個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機棉 因為我是網路上買的 哈哈哈 我燒過再跟你講說它有沒有黑煙 因為我沒有時間去買那個新沙啦 所以你就只能靠你的創意了 一艘床 好 然後這個小小的燈塔 這個還蠻可愛的耶 所以原料呢 我們就是用液體 果凍蠟呢 就是用液體 去調色 那這個液體呢 就是要小心你的手 因為髒到手 它其實不好洗掉 可能要好幾天 好 40克嘛對不對 對啊 超過一點沒關係啊 好 那這樣子你們就開始配色 它不是用到的 用這個 太好了 突然忘了 嚇死我了 這顏料其實蠻貴的齁 不要浪費 好浪費 它不會黏稠 就是因為它快乾了 對 還有一個方法 我們有這個熱風機 就是它如果快乾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熱風機 你可以用這個熱風機 可是你要小心它很燙 吹一下 加熱 唉唷 吃就完了 好啦 來 學生趕快跑 倒進去 好 你要沿著這個邊緣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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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氣泡 請快 要快要快 對 有沒有一次倒進去的時候 它就不會有泡泡 有耶 那我們就等它乾 等它乾的同時呢 我們先來選下一個 我們要做的東西的準備 今天真的超豐盛的耶 那這個呢 我們今天就準備了很多的素材 我們就準備了一些乾燥花 就是讓它有點豐富一點 然後不要這麼高 你看你擺上去 它其實就頂到上面了 喔 對啊 然後其實你下面要留一點空間 嗯 對 了解 那我把這個剪一剪好 稍微剪一下 然後花朵呢 要有大有小 像我都習慣就是這樣子 把它弄成一個花束 然後再把它擦進去 喔 對 欸 它其實凝住了耶 好啊 它會不會沉下去啊 因為這個很重 等一下這個有點大 可以稍微把它壓一下嗎 這個模型啊 大概是30克到40克 我們就先 30克到40克 對 那我們就用 40克 40克 用多一點好了 好啊 40克到45克 那我先跟你講精油的部分 精油我們要加5% 加5% 5%到7% 那精油絕對不要加到12% 嗯 尤其是你要在這種燃燒的 像這種杯裝要燃燒的 它可能會起火花 喔 加精油呢 最好的溫度呢 是在於65度 65 好 對 65度左右 你的花束其實已經可以開始了 好忙喔 好忙喔 好忙 我們就可以趕快把這個 這樣子 就或者是老師自己做 對 對 稍微把它壓進去 因為老師太擠了 然後因為旁邊這樣子 我們就再用這個 稍微把它吹一下 讓它融一下 然後 好 這應該可以了 好 請你倒 好 倒的還滿漂亮的 是不是 泡泡很少 有沒有 沒有有沒有天分呢 我們過了一段時間啊 這個已經乾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脫模 有沒有脫掉 有耶 其實滿簡單的 還是你脫衣服比較快 完美 就是這樣子 好啦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脫模的成品 應該是乾的啦 試試看 因為後面還要吃火鍋 你就稍微這樣子 唉唷有點碎掉 這樣子 這樣子 頂上來 我頂你這 還好啦 旁邊的 你抽 我抽 你要慢慢把它頂上來 再頂 好A喔 好了 我的寶寶 好可愛喔 天啊 這個啊就是 有個洞 就是代表你倒的時候 太慢了 太慢了 其實你倒一半的時候 你可以抖一下 我覺得真的還滿喜歡的 因為 當初在看那個形狀 你真的是看不出來 它就是一隻恐龍 剛剛就像你講的 其實它很適合親子 對 然後我發現就是 它也很適合朋友 因為你們在做的當中 就是你們會覺得說 有些創意啊 或者是互動啊 都會慢慢的加溫 然後尤其是看到這些成品出現的時候 你就覺得 哇 今天花的這些時間都值得 我只是喜歡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其實我覺得蠟燭其實是一個非常療癒的事情 沒錯 所以啊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歡迎淘喜來我這個頻道 那我也很期待就是 接下來它也會自創它的頻道 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它 好那我們就是歡迎就是下次淘喜再繼續來這個頻道 所以我們下次見囉 好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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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